我们现在看这架ADE 在起飞降落的时候 ADE的机翼和普通飞机的平直机翼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在高空飞行的时候 机翼会向左边后捏最多60度 相当于左翼是后捏翼 右翼是前捏翼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革命 轮船、火车、汽车、飞机 这些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外形左右对称 比如升气轮船左右的滑轮要对称 才能保持直线前行 火车和汽车的轮胎直径要左右相等 转弯的时候才不会翻车 渐渐的两边大小长度厚度颜色 甚至质感等 也成了现代人判断一个工业设计 是否具有美感的标准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挑战观察一下四周的工业产品 几乎找不到一个非对称的物品 但是可惜世界是不完美的 高速转动的轮胎只能产生一个方向的扭矩 而螺旋桨无论怎么先进也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旋转 一台好用的机器一定是美的 一架外形难看的飞机注定是要被击落 或者被历史淘汰的 人们对于对称和美的这种执着追求 是否已经超过了物理学和实际用途的范畴了呢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 我们对很多工业产品的实际需求并不是对称的 汽车为了上下方便和空间 会将驾驶员座位安排在旁边 船为了进出入港秩序 将靠港的设备安装在船的左旋 然而真正需要不对称设计 并且能够将不对称设计的优点利用到极致的 或许可能出乎一些人的意料 它是天上的飞机 大家好欢迎来到1K的频道 本期视频我们将从三架不对称的飞机设计讲起 探讨不对称飞机的空气动力特点 设计原理和他们隐藏的绝妙设计 你看它像不像一架还没有组装完毕 又匆匆出场的飞机 这就是BV141侦察机 在二战中德国涌现的大批黑科技中 我个人觉得BV141是最有特色的一架飞机 分析飞机构造之前 不得不先提起它的设计师福格特 他出生于1894年 是一个天才的航空设计师 在18岁的时候就自己制作了第一架飞机 在一战时期他曾在齐柏林的飞艇工厂工作 受到了著名的飞机设计师道尼尔的熏陶 1923年到1933年间的十年 他在道尼尔的支持下去了日本川崎航空设计会社 帮助日本引进德国技术 并主持设计了88式侦察机 924战斗机等多种机型 任期满了后他回国加入了汉堡飞机制造公司 并且成为了首席设计师 1937年德国航空部向航空界发出招标 研发一型单发三座的战术侦察机 这三座也是飞行员 机枪手和观察员 要求具备极佳的视野和良好的防御能力 除了执行战术侦察任务之外 还可以胜任对地攻击释放烟雾等行动 在二战期间航拍还是要靠观察员 爬在飞机上往下面观察 这时候的坐舱视野就非常重要了 竞标之一的阿罗多公司 就在飞机腹部设计了一个吊舱 那这样搞得飞机机身过于庞大 使得它的操纵性非常糟糕 虽然汉堡飞机制造公司并没有被邀请竞标 福格特还是在比较了其他公司的方案以后 觉得自己的设计更胜一筹 他的方案不仅在当时看起来是非常大胆的废对称布局 80多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依然非常前卫 三人的机主机舱和飞机机身完全隔开 挂在左边机翼 一台856匹马力的宝马123N型空冷发动机 安装在机身前端 机身异常纤细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会发现右边机翼越长于左边机翼 这样产生了多余的生力 可以抵消挂舱的部分重量 这个舱挂在右边也不是随意的 因为位于飞机中央的从飞行员视角看去 右旋的螺旋桨它提供的胜利也是不对称的 我这里需要解释两个空气动力学名词 公角和螺旋桨因素 公角指的是一旋和相对气流之间的角度 而螺旋桨因素指的是一边旋转的螺旋桨 给飞机带来的三个不对称因素 我们以单发活塞发动机的飞机为例 第一在飞机大公角飞行时 右边下层桨的公角要大于左边的上升桨 所以说机身右侧的生力要大于左边 右旋的螺旋桨固定在飞机机身是有扭矩的 它一转动就会引发机身向左边方向扭转 第三螺旋桨才让机身的滑流打在垂直尾翼上面 机身离地后会有一个向左翻滚能力 BV141这个吊舱过在右边其实也就起到了平衡这三个力的作用 综上所述BV131虽然外观看起来不对称 但是从空气动力学来讲 这架飞机整体依然是非常对称的 不仅如此 由于没有了驾驶舱 超高性能的流线型机身使得飞机身力得到提升 同时在实战中也会给对手造成疑惑 让他们觉得这是一架战斗机而不敢轻易下手 对 这项令人耳目一新的设计 汉堡飞机制造公司决定自费给福格特制造BV141的原型机 尽管这项设计在理论上看起来非常棒 但是它很难打破传统思维的空军招标部门 所以说最后他们将订单从400架减少到了20架 但这20架飞机也没有能够参加实战 战后也没有一架能够幸存 值得一提的是 福格特战后移民到了美国 先后在军方和波音就职 他关于延长机翼一艘可以减小诱导阻力的研究 也直接导致了一艘小异的发明 在BV141之后 历史上还出现过多款不对称的飞机 比如BV237、BV194 喷气式发动机版本的对立攻击机P178 大多都没有活过验证阶段 但是福格特最劳动大开的设计 是他在1942年提出的P202倾斜机翼概念机 这架飞机出现在喷气式发动机飞机刚刚问世的年代 目标是将飞行速度和航程推向一个新高 早在活塞发动机盛行的30年代 飞机设计师就发现平直机翼在高速飞行的时候 机翼上方容易产生激波 导致气动面控制不稳定 这里是飞机机翼 扑面图 机翼在接触到机翼前缘的时候是压音速 由于流过机翼上方的气流会加速 这时候的气流就变成了超音速 超音速的气流到了机翼上方后半部 要和沉流分离的时候就会产生激波 这样的后果就是激波后面的气动面 比如升降舵就可能会失效 1941年 一架P38战斗机就在测试飞机俯从性能的时候 机翼上方气流超过了音速 激波完全破坏了升降舵的功效 让飞行员无法拉起而一头栽向地面不幸牺牲 飞机设计师很快发现 加大飞机机翼和机身的角度 不论是前掠还是后掠 都可以将部分流过机翼的横向气流 转向为展向气流 延缓了激波的产生 并且加快了飞机飞行的速度 但是问题也来了 前掠翼飞机翼艘需要承受更高的扭转力 当时的材料是无法承受的 这是因为后掠翼飞机失速正是从翼艘开始的 这也是负翼的所在之处 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明显的答案就是制造一款 能够变虐翼的飞机了 是的 大家非常熟悉的F14熊猫战斗机就是最好的答案 但是在那个年代 要在机翼和机身连接处设计不是一个 而是两个输走点 并且安装两台大力的伺服器和两个独立的高强度机翼 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是为什么福格特会选择使用一个输走点 用一台服务器来带动一根机翼的原因了 受到他的启发 NASA的首席飞机设计师罗伯特琼斯就在风中里面用实验证明了 60度的倾斜机翼可以在1.4倍音速的时候比普通机翼 有更低的阻力和更高的操控性能以及更远的航程 于是在他的吉利推荐下NASA和著名的飞机设计鬼才伯特卢坦 在1979年合作生产了这架极不对称的NASAADE验证机 这个伯特卢坦也是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人物 此人生于1943年从小就对航空展现了傲人的才气 8岁就开始设计模型飞机 16岁就可以独自驾驶飞机旅行了 他先设计了世界上第一架无需空中加油环球飞行的旅行证号 在耗时9天成功环球飞行一周以后 他又设计了另外一款环球飞行加号 用了67个小时就打破了自己之前的记录 他还给维生公司设计了世界上第一款可以进入压轨道太空旅行的私人飞机 关于他的其他设计我以后节目还会提到 我们现在看这架ADE在起飞降落的时候 ADE的机翼和普通飞机的平直机翼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在高空飞行的时候机翼会向左边后捏最多60度 相当于左翼是后捏翼右翼是前捏翼 两边机翼都成功的产生了展向气流 但是问题也来了根据试飞员的表述 ADE在机翼后捏超过50度以后就变得不稳定 需要大量精细的手工操纵来维持横向平衡和抚养平衡 但是琼斯并不对这个发现表示惊讶 因为这也是其他大角度捏翼飞机 比如贝尔X5的通病 之后的前捏翼飞机X29甚至不稳定到了 必须要用三台电脑控制的线传飞控系统 才能够维持飞机的平衡状态 而且这三台电脑坏了一台 飞机都无法安全返航 所以说他们还有另外三台电脑作为备份 经过三年的试飞 NASA在获得足够多的数据以后 于1982年停飞了ADE 仅仅9年后 同样是可变捺翼机F14熊猫战斗机也停产了 淘汰他们的不是更厉害的飞机设计 而是计算速度更快 体积更小的电脑 有了他们来接管后列翼战斗机低速飞行时候的控制 战机也不需要变化机翼角度来安全起降了 作为世界上第一架也是唯一一架可飞行的倾斜机翼飞机 NASAADE现在作为产品存在美国加州圣卡洛斯的席乐航空博物馆 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三架不对称飞机 也和ADE一样出自伯特鲁坦之手 这就是鲁坦回旋标 这架回旋标来自于它的另外一条亲戚的老回路 是它对比其男爵双发四人飞机的魔改 根据鲁坦官网的说法 回旋标的速度比男爵要高出76公里 航程几乎是两倍 而且最重要一点的是 这种奇怪的飞行器它比男爵还要安全三倍 有新的观众可能注意到了 我之前讲BV141的时候就说了 因为螺旋桨推力不对称 发动机右侧的推力大于左侧 加上右侧扭矩和滑扭打在左侧垂直尾翼的原因 BV141的座舱一定只能挂在飞机机身的右边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架飞机可以把发动机机舱挂在左边呢 在你留言批评我之前 请给我三分钟尝试解释一下 为什么同样的理论会产生两个冒失矛盾的结果 我们先拿回旋标的原型机来分析 比其男爵是一架左右双发布局的飞机 我们一般相信双发的飞机要比单发的飞机安全 因为有一个发动机坏了 还有另外一个备用 对于喷漆式发动机来讲是的 但是螺旋桨飞机就不一定了 因为这里要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关键发动机 在单发飞机里面很明显 这个唯一的发动机就是关键发动机 当它坏了飞机就会掉下来 那么双发呢 对 这两个发动机里面也有一个是关键发动机 你猜猜是哪一个 答案是左边这个 当它坏掉以后 飞机要比右边发动机失效还要更难控制 我把它的原理解释清楚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回旋标这种奇特的设计了 先说明一点 绝大部分活塞发动机的螺旋桨从飞机员视角看来是顺时针转动的 还记得前面说的螺旋桨因素吗 螺旋桨右侧半圆提供的声力要大于左侧 如果起向高公角飞行的时候 比特兰爵右侧的发动机失效 左侧螺旋桨的推力力弊靠近机身 所以很短 飞行员只需要踩很小的右舵 就可以维持飞机直线飞行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左侧发动机失效 右侧发动机的推力力弊长度要大大长过左发失效 这时候飞行员要维持直线飞行难度就比较大了 所以说左发就是它的关键发动机 我们再来看看回旋标的设计 设计起飞的时候左侧发动机失效 因为左边机翼要比右边机翼长1.45米 稍微大一点的声力补偿了左发的重量 这时候飞行员只需要做很小的尾舵补偿偿航 如果右边也就是机身中间的发动机失效 左侧发动机偏推力力弊并不大 和前面说到的关键左发同一个道理 飞行员也可以稍加点左舵补偿偿航来保持飞机的飞行状态 所以说回旋标这样的设计是去掉了关键发动机的 它左右两边随便画一个都可以毫无压力的返航 但是为什么这么安全的飞机设计没有在世界各地普及下去呢 我想除了视频开头提到人们对于工业设计美感的偏好 不管是BV141ADE还是鲁坦回旋标 它们都不是唯一解决空气动力对称现象的办法 比如说著名的费尔雷唐俄就采用了双发共轴反向螺旋桨 来一次性消除螺旋桨因素的不良影响 左右双发的飞机也可以使用左右反方向旋转的两个发动机 来消除关键发动机 比如著名的P82双野马 派博公司的PA40 PA44等民用机型 尽管这样会增加维护成本 除了飞机 飞对称的螺旋桨也有它自身的优点 你见过单桨叶的螺旋桨吗 是的就是它 理论上螺旋桨可以是这样的 可以是这样的 可以是那样的 也可以是那样的 只要两边的重量相等 旋转的时候离心力就相等 发动机就不会产生震撼 那么你一定要问了 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效率 每个叶片在旋转的时候都会在其后方产生涡流和气流干扰 当叶片数量少的时候 叶片之间的间距较大 气流就可以更顺畅的通过 减小了叶片之间的干扰 这样也可以减小蜗牛 使螺旋桨的运行更为高效 其次螺旋桨叶片数量越少 螺旋桨总面积越小 比空气接触面积也小 这就减小了飞机的阻力 提高了整体的效率 但是这么做的代价 就是牺牲了加速反应速度 使得单叶螺旋桨 在需要马上加速的时候 无法像多螺旋桨飞机一样马上获得拉力 除了效率 不对称螺旋桨还有一个优点 这是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发出的噪音 这是直升机螺旋桨的噪音 因为每个桨叶都是一样的长度 它们总在同一点划过空气 也就是说它们一直在产生 同样大小频率的噪音和湍流 这里是它们在风动里面的表现 注意同样大小的蜗牛在同一位置出现 这也就是噪音的来源 如果能够将它们错开 是不是就可以减小噪音了呢 我们将螺旋桨的叶片长度调整一下 再来看看它们的风动表现 可以看到 蜗牛出现在了不同的高度 而两个蜗牛还会互相干扰抵消 这不仅减小了噪音的最大分贝 也将噪音的频率分散了 之前尖锐刺耳的声音消失了 有一家叫做ZPLI的无人机物流公司 甚至还采用了一款三个 页面不在同一个平面的螺旋桨 在精英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作为一位飞机爱好者和工业设计迷 我认为单元的世界注定是非常无趣的 而设计也像艺术一样 一定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 当所有的设计师都在围绕一个设计主线 小步前进的时候 正是因为有了福格特和鲁坦这样 跳出盒子思考的人 更多的人才会问 Why not? 当所有人都在放弃自己的审美 把创作的自由投降给群里最成功的案例的时候 我们需要更多叛逆的拒绝主牛的独行侠站出来 给出他们不同的答案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EK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